我之前在听那个乐意唱的时候 我一直在 我特别近地看 我一直以为你哭了 我怕哭出来 就是情绪控制不住 歌没了 我一直在收着 对对 后来发现没有哭 然后这个也是你们自己填的 其实这个歌 因为我年纪挺小的 然后我可能写不出 真的就改不出来 像中导美加她 那么一场大病 之后那种感觉 所以特地的请了 采杰老师就是 帮我一起去做这个修改 所以很感谢采杰老师 实际上今天呢 全社乐队讲心里话 我认为你们的表演 并不是非常完美 你们每个乐手之间的 配合的不默契 还有心理 虽然说大家都有 对这个歌的这个情感 但是在技巧技能 跟能力上面的演奏 就是演绎这样的歌的一个匮乏 包括歌手的掌控力的不足 那今天诚实的部分 我觉得其实你们的表演很清纯 你们讲的故事也很打动我 包括像乐音你讲的 跟郭采杰老师一块来创作这个歌词 其实就给我很多的触动 作为乐队的 今天这个唯一的女主唱 我觉得你在演唱上 还是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 也许这首歌非常的打动你 我们也完全能够感受到 这首歌对你的意义 但是今天单纯的从听觉上来说 还是有很多的不足 一直到最后整首歌快结束的时候 最后那几句 我可能才真正被你的歌声抓住 乐音今天有点紧张 有点激动啊 稍微 但是你的音色还是那么美好 每周六优酷独播 用音乐寻找志同道合的灵魂 一起乐队吧